还请众道友先进这葫芦啊 白袍仙人拿出一葫芦拔开了筛子 这仅仅是一仙节法宝 以众天神针仙手段完全可以强行破开出来 好 进去 走 顿时 一道道流光飞过 进阶飞入了那葫芦当中 随后白袍仙人塞上葫芦 便挂在腰上笑道 兄长 我们去大厦白袍郡吧 嗯 灰袍仙人点头 随即他们俩直接施展空间挪移 先是穿梭虚空到了大厦世界外 随后 灰袍仙人拿出了一件黑色尺重的仙天灵宝 直接当空一画 出现了一条空间通道 透过通道 隐隐都能看到通道的另一端的半空 空中一座 巍峨的悬浮着的黑色尘翼 正是吴坚城 走 绝命二仙当即飞入通道 白级郡境内 那座悬浮的吴坚城 一道空间裂缝 直接出现在了吴坚城的上空 两名胖乎乎乎的仙人直接从空间裂缝中走出飞入下方的吴坚城 哎呀 两位道友 可来了 绝道友 明道友 清湖门主白级真仙立即迎上 身后还跟着其他的天神真仙们 像血云楼楼主 气兽天神 毒雀天神 他们一个个也都热情喊道 哎呀 原来是绝命二仙呢 有两位道友在 我们这边把握可就大多了 凭二位道友的法术 我们这边可不怕能打下了 一个个说着 清湖白级他们俩 和绝命二仙眼神交流了下 甚至都没有传音 他们很谨慎 很小心 唯恐被女娲阵营那边发现 一旦发现了 可就没法按席了 八龙云城的城墙上 黑袍夏皇目光 却看着外界无尽的荒野 也看着遥远处的吴坚城 默默沉思着 忽然 空间震颤 夏皇的大阵 早就掌控了百万里区域 当绝命二仙强行撕裂空间降临时 夏皇当然发现了 嗯 夏皇皱眉看去 远处空间裂缝中飞下的两名胖乎乎仙人 让夏皇面色顿时变了 绝命二仙 竟然是他们俩 这无间门还真是看得起我 这绝命二仙去和纪宁去拼 自然比不过纪宁的行天神 可他们俩法术了得 他们俩施展法术辅助大军 会让吴坚门整体实力都会提升一个层次 如果厮杀下去 胜负难料啊 赤明道祖的道场内 道祖高坐在上 下方站着数十名天神真仙 各个都看着半空中的圆光镜子上的交战场景 那是九阳戒狱的戒狱之战 戒狱之战真是惨烈啊 这是我看到的第三次戒狱之战 依旧让人心惊啊 九阳戒狱死去的天神真仙都有十二位了 吴坚门那边才折损七位 这吴坚门的傀儡当真是独步三界 如果没有那么多可怕的傀儡 吴坚门早就败了 可现在反而九阳道祖这边有点不利了 众天神真仙都担心看着 虽然那是九阳戒狱中发生的事 可毕竟九阳道祖和赤明道祖乃是同一阵营 众仙魔当然渴望九阳道祖这边获胜 甚至他们看的都想要亲自冲上去 可他们也明白 他们是否去参战 必须由盗祖们调遣 盗祖们最多调遣少许天神真仙去支援 如果全部冲过去 那么一旦市民戒狱爆发戒狱战争 那怎么办呢 毕竟战火是遍布整个三界的 九阳戒狱 仅仅只是其中一处罢了 惨烈 真惨烈啊 介于战争 看着这群天神真仙 各个心中惊颤 他们从修仙到如今 几乎没几个经历过这种惨烈战争 师尊 夏皇化身 恭敬喊道 嗯 赤明道祖看向夏皇 夏皇说道 弟子刚刚发现 在大侠世界那支无剑门大军得到了支援 去支援的是绝名二仙 原本一旁在观看九阳戒狱戒狱戒狱战争的众天神真仙 立即转过头来 再怎么样 他们最关心的还是赤明介于中的事 绝名二仙 赤明道祖轻轻点头 沉思了下 他俯看夏方道 你等谁愿前往大夏 帮助你们夏芒师兄 击败那无间门 我等愿意 七刷刷的进阶应道 大劫当中根本不容退却 赤明道祖微笑点头 仔细看了看下方的一众天神真仙 这些天神真仙 有些有自己的大事件 有些甚至仅仅只是化身在这 很快 赤明道祖目光落在了两名独行者身上 开口说道 学武 长青 你们俩便前往大夏世界 帮助你们夏芒师兄吧 是 是 长青剑仙 学武仙子自然不敢违抗师命 当即恭敬应道 他们俩都是独行者 属于无牵无挂的 哪里需要他们 他们就得往哪里顶上 忽然 空间开始变得模糊 特别是赤明道祖周围的空间 变得飘忽不定 根本无法穿透空间 看到里面 这让夏皇等一众天神真仙们 都惊恶万分 怎么师尊赤明道祖周围 突然布下了禁止手段 赤明道祖 疑惑看向周围 周围的时空已经扭曲 扭曲的时空中出现了一名 虚发皆白的道袍老者 正是菩提 菩提 痴明道祖惊喜到接连起身 你怎么来我这了 之前你找我 还是为了你的徒弟记您 这次又来找我 难道有事找我去办 不过你的弟子现在很好 统领的行天神威力 可是非同小可 无需我帮忙啊 不是请你帮忙 而是我来帮你 菩提说道 帮我 赤明道祖疑惑 菩提则是安然坐下 赤明道祖这才坐下 同时一挥手 面前立即出现了木桌 木桌上则是珍贵的仙酿 他甚至亲自为菩提倒酒 赤明道祖和菩提的关系是非常好的 毕竟一同从混沌中孕育而出 都是混沌真神 一路走来生死相互扶持 他们俩的感情不亚于菩提和三寿的 这到底合适啊 赤明道祖询问道 你刚才不是让你的两个弟子去大厦吗 那是送死 菩提却是直接说道 不但是你的这两个弟子身子 那下蒙麾下的一众天神真仙 恐怕也活不了几个 当然 我的徒弟肯定能活下 有七天神庇护 虽然敌不过那大军 可是逃命 还是能做到的 赤明道祖一争 别发傻了 你们赤明借狱的借狱战争要开始了 你的那些徒子徒孙都得拼命了 菩提感叹道 羊头喝了一杯酒 借狱战争 赤明道祖猛的起身 碰到了身前的酒杯 酒水都洒在了桌上 菩提 赤明道祖看着菩提忍不住问道 真的 难道我会在这世上欺骗你吗 菩提坐在那儿 很淡然的喝酒 你也不必太吃惊 现如今三界当中 我们和吴坚门发生的借狱战争 也有数次了 现在轮到你们赤明借狱也没什么奇怪的 赤明道祖轻轻点头 这才坐下 叹息道 是啊 总有一天轮到我赤明借狱啊 只是当真发生在我身上 还是很难受啊 我的这些徒子徒孙 跟随我不知道多久 一个个就和我的孩子一样 现在 却要看着他们杀入借狱战争中 在借狱战争中 一个个死去 菩提轻轻点头 他也是有众多弟子的 很清楚赤明的感受 他们都是混沌真神出身 并无子嗣 对他们而言 倾注感情最深的徒弟们 就好似凡人对待自己子女一样 特别他们对弟子培养的岁月 无比的漫长 感情当然很深 或许 作为大能者的心性 能够让他们看着某个弟子身死 而束手旁观 可是 当一群徒弟都面临危机时 他们却是真的心疼 心慌了 又有几个愿意当孤家寡人的 菩提 痴明道祖正中点头道 这次幸亏你 否则的话 下马那边就惨了 菩提只是笑了笑 端着酒杯 慢悠悠喝着 对了 他们既然想用暗算下马那边 我是否也可以明面上 派出少许支援 暗地里也布下陷阱 给他们来一次狠的 来一次反习 不可能 菩提摇头道 无奸门情报多么厉害 你是很清楚的 你调动人马 想要让无奸门不知道 太难了 即便我们真的走运 无奸门没有发现 可是 你知道这次无奸门真正去支援的天神真心有多少吗 多少啊 六十六位 包括通连山六妖神 云雾九仙女 赤明道祖脸色顿时难看了 还有前不久让佛门损失惨重的吞龙山三位妖神 什么 他们也去了 赤明道祖脸色大变 这 这 这仅仅只是对我赤明介遇的一次战争 那无奸门调动通连山六妖神 云雾剑的九大仙女就算了 还调动吞龙山的三大妖神 道祖如果不出手 那三大妖神还真的是所向无敌了 我怎么知晓啊 菩提摇头道 总之 吞龙山三妖神的确是去了 菩提却不知 那神王之所以安排吞龙山三大妖神 就是想要干净利落的铲除纪宁这个祸胎 毕竟 在妖王看来 纪宁心力神魂法门都悟出了 一旦成为纯阳真贤率领大军 恐怕单单他一个的威胁就不亚于三大妖神了 实际上妖王猜错了 心力神魂法门整个三界真正悟出的一双手都是数得过来 纪宁再妖孽 即便有元老人的心点传授 如今也仅仅是迈入门槛 连小城都算不上 更别谈是大城了 不过铲除纪宁对无间门的确是对的 因为既然纪宁都已经入门 那么随着时间流逝 在心力神魂法门上的成就注定越来越高 威胁也越来越大 该说的都说了 菩提说道 痴明 该如何应对 你看着办吧 说完 菩提身躯便凭空消散 而周围扭曲的时空也完全恢复正常 痴明到足挥手收了身前的酒桌 傅看向下方 下方的一众天神真仙们也发现能够看到自家师尊了 个个都疑惑万分 却又不敢问 九阳界狱的界狱战争 你们也看到了 痴明到足指着那元光尽道 众天神真仙都疑惑 怎么 难道让他们去支援 你们的安乐日子也到头了 痴明到足 淡然道 无奸门的大能者们 已经调动了大群的天神真仙降临大下 其中吞连山六妖神等等就暂且不说了 你们只需知道 这次他们支援的并非仅仅绝命二仙 而是足足66名天神真仙 其中还有吞龙山的三大妖神 听到这 下方个个脸色大变 66名 算上原本就在大下的白极真仙 青虎等 那不就近80名了吗 80名天神真仙 这是何等可怕的一股力量啊 难道 这 就是界狱战争 痴明到足看着下方道 谁也逃不掉 你们都安排下各自的大世界 一律顾手 剩下的力量全部汇聚过来 准备前往大下 是 众仙魔 进阶速溶应道 下方 则是一身冷汗 竟然 竟然 竟然绝命二仙 只是幌子 足足66名天神真仙 想想下方都是后怕 无需调遣大军的 无需安置后方的 现在就出发 痴明到足下令 直接光明正大的去下盲的八龙云城 让那无间门死了偷袭的心 是 赤明到足 麾下的天神真仙 的确有过百名之多 可是 其他大世界 也有着一些厮杀 必须留守一些天神真仙 在众多大世界 如果一个不留 无剑门轻易就占领了整个大世界了 所以 赤明到足 真正能调动的力量 就相对小了很多 当然 如长青剑仙 雪武仙子 和尘真仙 福方天神等一个个独行者 以及一些几方大世界比较稳固的 都是可以直接去大厦了 当天 足足有26名天神真仙作为第一波 直接前往大厦 大厦白极郡 黑色的锁链渗透在虚空中 黑色无间城内 早就一片肃杀 为了防止夏皇怀疑 白极真仙他们并没有立即发动攻势 而是非常正常的为绝命二仙 先举办了接风宴 他们准备等接风宴过后 才正常的去和夏皇叫战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越是关键时刻 就越是得稳得镇定 来 喝 白极真仙哈哈笑着 绝命二仙一来 法术我们便可以压制夏皇那边 到时候我们这边的天神傀儡 血云傀儡威能都能大胀 此战取胜有望啊 对 法术对傀儡束缚太大 我们的傀儡可比他们多得多 正是急需绝命二仙呢 此战定是能胜啊 天神真仙们彼此笑着喝着酒 忽然 嗯 所有的天神真仙都是心中一惊 那撕裂虚空引起的巨大波动 他们个个都能清晰的感觉到 毕竟 那撕裂虚空的地方离他们这很近 去瞧瞧 白极真仙还能很镇定 依旧握着酒杯 笑阴阴起身 一步迈出便已经出去了 嘶嘶嘶 白极真仙他们一个个都出了大殿 直接飞到了无间城的上方高空 摇摇看向远处 再远处 八龙云城已经完全显现 八条神龙环绕云城 气势比这无间城还要更强一筹 同时 在上方已经出现了一道空间裂缝 只见一鸣鸣天神真仙 一个个接连出现 朝下方八龙云城飞去 这些天神真仙们还彼此说笑着 显得很是轻松 天神真仙 是赤鸣道祖麾下的天神真仙们 哎呦 之前有多少已经进八龙云城 不过看起来至少二十位 至多很难说 他们个个看得脸色大变 一直笑眯眯 显得很是亲和的两个胖子绝名二仙 终于脸色变了 轻忽同样眼神中满是怒火 作为统帅 一直淡定的白吉真仙 再也是淡定不了了 啪 他手中端着的酒杯 也直接捏得粉碎 酒水飞溅 还未靠近白吉真仙 就已经凝结成冰块 坠落下去 该死 该死 白吉真仙忍不住骂了出来 他为统领 之前求援 就已经让神王很失望了 这次暗息计划非常重要 毕竟一旦双方光明正大地进行界域战争 要杀十个天神真仙 那是何等艰难的事 得付出多少巨大的代价 可暗息计划 却可以轻轻松松的 将夏皇等一群人一锅端 可现在看来 暗息计划已经失败 怎么会失败呀 白吉真仙咬牙切齿 差一点 差一点就能将夏皇等人 全部灭杀呀 怎么回事 八龙云城的一个个兵营中 不少天仙散仙走 夏皇一一介绍 这些天神真仙 有些纪宁他们听说没见过 有些甚至都没有听说过 毕竟 并非个个都如吕洞宾那般名气大的 可实力强弱 却不能看名气 说不定 一个隐居的天神真仙 就拥有着媲美吕祖的实力 这位是长青师弟 黑袍夏皇笑道 同时看向纪宁 长青剑仙 纪宁一争 仔细观看着眼前的长青剑仙 这是一个面向奇异的年轻男子 自由 浊然气质 不由暗道 他就是长青剑仙 当初夏皇去请他收我为弟子 他也转交信物给我 答应收我为徒 只是当时 我去方寸山 没拜他为师 这长青剑仙 纪宁还是有些歉意的 毕竟自己一声不吭 就直接去了方寸山 虽说 按照当初长青剑仙的吩咐 如果自己十日内没捏碎信符 便算放弃 可自己当时担心夏皇这边刁难 这才悄悄离去 的确不够坦的 当初纪宁可是差点就败在长青师弟门下呀 夏皇笑道 说来也是颇有些缘分的 见过长青前辈 纪宁连声说道 当初辜负前辈美意 我当初就没怎么想收你为徒 长青剑仙 却是淡然说道 因为是师尊吩咐 我才答应收你为弟子 我这人本就不擅长交弟子 你跟了我 恐怕还没有如今这成就呢 你现在败在道祖门下 这很好 话中自有一股傲气 一副我根本没看上你 师尊吩咐我 我才愿意收你的 你现在运气也好 败在道祖门下 这话如利剑 让纪宁也是一争 自己客气 对方也笑着说两句 不就一团和气了吗 哎 这个长青剑仙 当真不尽人情啊 飞鱼仙子暗道 我若是纪宁 就他这副姿态 懒得和他多说 通和天仙也暗道 夏皇却是笑着道 纪宁 我这长青师弟 长期隐居 又是剑仙 骨子里傲得很 他说话虽然不好听 却是没坏心的 对 我说话的确不好听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长青剑仙也是看着纪宁 啊 前辈真心情啊 纪宁一笑 便不再多说了 话不投机半句多 原本还带着一丝歉意 可简单接触 纪宁觉得还是少接触为好 夏皇专门举行了一场丰盛的宴席 那长青剑仙虽然冷傲 可毕竟在场的天神真仙很多 这人一多自然热闹 这仙家宴席上倒也是畅快自在了 夏皇这边逍遥自在 吴坚门那边的白吉真仙却是倒霉了 广阔的黑暗世界 白吉真仙轻呼门主这对师兄妹都跪腹着 而远处高空中的万丈王座上 笼罩在黑袍中的巍峨身影 让他们感到心颤 圣王恕罪 白吉真仙惶恐道 虽然是弟子 可一般还是称呼神王 神王内心冰冷 吩咐下去的事一般只看结果 这次的暗袭还没发动 就胎死腹中 虽说白吉真仙很冤枉 可在神王心底 对白吉真仙的重视程度自然大大下降 这次戒狱战争 墨竹师祖会降临大下主持一切 神王开口道 盗祖降临 白吉真仙亲湖门主都惊住了 墨竹盗祖 在吴坚门初见时就是元老之一 也经历过上古破灭之战 墨竹盗祖依旧是活了下来 当然因为神王的地位很特殊 是那位沉睡存在的唯一弟子 所以墨竹盗祖也是辅佐神王 白吉你让我很失望 借狱战争 我不可能再让你来主持 神王说道 便让墨竹盗祖亲自来主持吧 当然墨竹盗祖是不可能出手的 盗祖一旦出手 甚至可能让最终战提前爆发 墨竹盗祖胆敢出手 那么女娲阵营这边肯定也会出手 吴坚门那边其他盗祖也会帮墨竹 这样一来 很可能不断升级 乃至令最终战完全爆发 双方都不愿意提前 因为现在这种局面如果完全决战 结局会很惨 即便一方胜也是惨胜 书下明白 白吉青湖都恭敬道 我会派遣一支支仙人军团支援你们 既然无法偷袭了 那就先积蓄力量 一旦准备好再动手 是 白吉青湖贵妇者 正常界域战争 天神真仙是重要 可海量的天仙散仙也很重要 数量多了 照样能干掉天神真仙 之前是因为要偷袭 这才仅仅派出六十六名天神真仙 而没调动天仙散仙大军 一旦调动仙人大军 动静太大 没法隐瞒 时间一天天过去 八龙云城 吴坚城都悬浮在半空中 遥遥对峙 双方都没有再次叫战 而都陷入了平静中 可这种平静 让双方的每一个仙魔都感到了一种风雨欲来的紧迫感 因为接下来要爆发的是真正可怕的戒狱战争啊 陛下 纪宁独自见夏皇 纪宁 夏皇正坐在那翻看书籍 笑道 啊 坐 纪宁坐下 忍不住问道 陛下 我们六大行天神的无数仙人们如今都内心惶惶 到底何时和无剑门开战 还是说长时间歇战 最好还是说清楚 让大家都安心呢 最让人难受的就是未知了 哦 这是我的部队 夏皇恍然 我的化身一直在师尊的道场 帮忙调遣安排大军 倒是忘了八路云城内的众多仙人了 纪宁看着夏皇 这次戒约战争 之前的二十六名天神真仙都是没什么牵挂 这才最先到来 仅仅是第一波 后面还有天神真仙 最重要的是还有大量的仙人 如今已经汇叙的天仙就已经有三十多万了 三十多万天仙 记宁惊呼 有什么吃惊的 大夏就一万多天仙 师尊统领十个大世界 无数小世界 很多大世界战乱不断 反而更容易磨砺出天仙来 特别师尊自己开辟的 赤明大世界的天仙尤其多 师尊麾下的所有天仙累加 怕有数百万之多 百万天仙 不过那是过去了 在吴坚门的挑拨勾引下 以我大夏都有三千天仙投靠 恐怕整个赤明界域 至少超过十万天仙投靠了吴坚门 师尊麾下 现如今所有的天仙加起来 恐怕都不足百万了 记宁也赞同 当初吴坚门不出 像少延氏白吉真仙等等 明面上都是赤明道祖麾下 现在大劫一来 大量纷纷倒戈 赤明道祖麾下力量 的确减弱了 因为众多大世界 也需要稳固自身 调动三十余万天仙 已经不容易了 夏皇说道 如果再压榨 也能再调动二十万天仙 可那样对赤明界域其他大世界的压力 就太大了 嗯 明白 天仙三十余万 散仙也有数千万之多 并且我兄长应龙道祖 也支援了些力量 据我们这边的道祖们得知 吴坚门那边 这次是由莫竹道祖 亲自通领吴坚门那边 所以师尊 他也会随着三十余万天仙大军 降临大厦 亲自主持 纪宁心中发紧 可怕 这就是仙人战争吗 两边都是道祖作为统帅 天神真仙都是大几十位 天仙三十余万 散仙更是数千万 这就是界域战争 夏皇看着季宁道 双方都在拼命的调兵潜将 尽量准备充足 都不会轻易开战 一旦开战 真不知多少些人身死 在这准备期间 你也要潜心修炼 最好能够早日修炼成纯阳真仙 那样 你统帅天仙散仙 对吴坚门威胁 可就更大了 季宁轻轻点头 自己的确得苦练 虽说已经成了纯阳真仙 可心力神魂法门 自己都没有小成 自己心力神魂法门 每天都有些许感悟 只要时间够长 自己实力会一直在提升 直到某一天 心力神魂法门完全大成 可到了那一步 几宁都没法想象 自己率领行天神的威力了 可以肯定的是 到时候一千天仙十万散仙 吸纳的天地之力 肯定不够自己用的 自己需要更多的天仙散仙 安心享受大战前 最后的一段平静日子吧 夏皇看着激宁道 一旦双方都准够好 那一战便是我 都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度过 天神真仙中 能有一半活下来 就算不错了 嗯 纪宁点头 接下来的日子 纪宁一边安心陪妻子 一边则是潜心参悟 心力神魂法门 他的全部经历 不管是第二元神 还是本尊都在参悟着心力神魂法门 因为现在 这心力神魂法门 对自己在大截中实力提升的最快 八龙云城的仙人们也知道 这是戒狱战争前最后平静的日子 气氛也都变得凝重 在这种凝重中 经常有天神真仙降临八龙云城 终于有一天 哼 整个大世界仿佛都在震颤 正盘膝闭眼修养 参悟心力神魂法门的纪宁 接连冲了出去 飞到了高空 一眼就看到远处对面的黑暗 无间城的上空 已经出现了一条巨大的通道 只见一名散发着无尽黑暗光芒的高兽男子 跨出那空间通道 显现在大夏世界 他看似普普通通 可那散发的无尽黑暗光芒 还有背后出现的 足有万丈的巨大摇曳的竹子 都让纪宁他们感到一种压迫 纪宁乃是纯阳真贤都感到压迫 像通和天贤他们 个个都感到莫名的恐惧 道祖 纪宁立即明白对方的身份 出自己的住处 在自己的兵营范围内朝上方观看过去 纪宁和鱼威甚至飞出了兵营 站在半空中看着 通和天仙 浮沉天仙 风谛天仙 飞羽仙子 万寿天仙 都在半空中看着 这是 高空中巨大的裂缝 以及飞下来的一道道身影 那强大的气息 绝对是天神真仙们 这么多天神真仙 纪宁有些震撼 苏苏来主殿 夏皇的声音 响彻在纪宁 通和天仙等人的耳边 我去下主殿 纪宁和鱼威说了声 鱼威点头 去吧 纪宁乃是同龄者 这是大事商议 自然要去参加的 很快 在主殿中 下忙坐在主位 还有三十多名天神真仙 以及纪宁他们五位 都分散坐下 竟然 竟然多了二十六名天神真仙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一下子 怎么多这么多 如果要进行袭击 为何不悄悄的来 这方圆百万里的大阵 是夏皇掌控 完全可以悄悄的来 给吴建门来一次狠的袭击 纪宁心中充满了疑惑 夏皇高坐其上 开口说道 你们一个个 恐怕都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这次师尊派遣众多天神真仙 支援我等 便是因为 吴建门和我赤明戒狱的 戒狱战争即将开始 而且就是在我大下世界 戒狱战争 纪宁他们个个震惊 白纪真仙那边 并非仅仅多出绝命二仙 而是多出了足足六十六名天神真仙 夏皇正重道 他缓了缓 戴德纪宁他们完全承受了这消息的冲击后 又才说道 不过 我们已经发现了他们的计谋 师尊最先派了二十六名天神真仙 后面还会有大军到来 你们的身份 我这些师兄弟们 师姐妹们早就知道了 不过他们 你们恐怕大多都不认识 纪宁他们都点头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师兄 浅虚师兄 浅虚师兄是跟随师尊最早的 他自创的浅虚大振更是了得 这位是我的学武师妹 可是 新来的二十余名天神真仙的目光 却时不时在长青剑险和纪宁身上流转 莫竹道祖 看到那万丈高的摇曳的竹子 纪宁就猜到了 三界中的大能者也就那么多 如果不显露手段 纪宁还猜不出 可是对方稍微显露手段 那就不难猜了 按照听文的讯息 莫竹道祖以不死著称 他的本体乃是一株墨绿色的竹子 充满了无尽的生机 凭借这等手段 即便当初上股破灭的大劫 莫竹道祖也活了下来 那就是传说中的道祖吧 虽然远远看到 那还是不由感到心颤 他散发的那种黑光 我感觉一旦我碰到 肯定会死的 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道祖呢 掌控天道的道祖啊 整个巴龙云城议论声一片 毕竟在巴龙云城内 数量最多的是散仙们 当初赤明道祖照见百万天仙 令赤明界狱的天仙们也算见过道祖 开过眼界 可是无数散仙们却还真没几个有机会能见到道祖 而这次他们亲眼看到了莫竹道祖 听说这次介于战争我们这边赤明道祖也会降临 不知赤明道祖会是什么样 个个期待着 在莫竹道祖降临大夏的三个月后 赤明道祖也降临了 这一天 夏皇早就率领着纪宁他们恭敬等候了 即便是孤傲的长青剑仙等人 也是个个恭恭敬敬